影坛怪物之王 吸血鬼德古拉 德古拉之所以强大 是因为他的不死吸血鬼之身是和魔鬼签订了契约 属于跟大boss直接签订就业合同 比起那些被吸血后拉入火的二流货色 自然要强大很多 在众多影视作品中 德古拉最深的怨念 就是寻找一位合适的吸血鬼新娘 不挑食的德古拉则偶范围极其之广 在京青四百年中 是已经订婚的有夫之妇 在泛海新中 是跟他有着世仇的家族长女 在精灵旅社三中 是猎魔人的曾孙女 而到了英剧德古拉中 新娘甚至可以是一位男性律师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 毕竟拍戏总要输出一些本国的文化及特色 作为影史上最著名的吸血鬼之父 德古拉被各类影视剧集演绎超过30余次 创造的商业价值超过20亿美元 我们熟悉的白袍巫师萨鲁曼的扮演者克里斯托弗里 哈利波特中小天良星的扮演者加里奥德曼 都曾饰演过这一形象 在诸多影视作品中 老家在罗马尼亚的德古拉 不是在英国浪 就是在赶去英国浪的路上 比如在新出的高分英剧《德古拉》中 一共三集的剧情 这位伯爵在英国以及周边海域浪了整整两集半 但其实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吸血鬼天生惧怕阳光 而英国多雨多雾 气候非常适合其生存 中文字幕志愿者在南大静